这个小吃史料记载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 从汉代就有 美国的历史才200多年 咱们的小吃每一道都有它讲不完的历史故事 尤其是这些伴随当地人几代人成长的这些小吃 它不光是像郑老师讲 它已经不是喂肚子了 而是一种情感的东西 中国的美食文化真是堪称文化 我也吃过好多西餐 实话实讲 不如吃咱们的饭过瘾 而且咱们中国人吃东西是为了团结 中国文化它以何为主 外国的文化它以分为主 你看外国人一个菜 他十个人得分十份吃 中国人十个菜摆一块大家吃 外国人餐具一边摆叉子一边摆刀子 对 你要感动我这份我就扎死你 其实你想 那叉子它是浓具 它不是餐具 而且它一边一放 中国人两根筷子放在一块 都是团结的标志 摆羊肉在中国应该年头有些了 据传说不是从原始祖胡必烈打仗的时候 引出来的 说两军阵前没辙了 来不及做饭 把钢盔摘起来了 底下坐上火 里边装上水 羊肉切成片赶紧摆 摆完之后皇上上马打仗去 说还就赢了 打这起就知道 说这东西能这么吃 而且很高兴要求再吃一次 第二次有时间再加工了 厨师就把上一次做的那个给精致了一下端上去了 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 然后就留下来 你说这是不是吃完之后 咔一泼 皇上就带脑子上打仗去了 那是烫烧 烫得跟什么似的 真挤脸了 就赢了这场 有可能 中国有太多的小吃 它跟军队有关系 像郭老师说的这个涮羊肉 这是有好几个版本 但是它确实几个版本都是跟军队带兵打仗有关系 你比如咱们北京的小吃 还有这个你像茶汤 茶汤 我们查的茶汤的档案是 从忽必烈带兵打仗开始 用牛骨髓炒面 它也是走到哪有水 包括西安的羊肉泡馍 还有锅盔 这些都是行菌的干粮 包括咱们今天的这个叫堆伯伯 堆伯伯 大连火烧以前是没有馅的 是实心的 这堆伯伯也是实心的 也是便于行菌 这个你放两年都不会坏 放两年都不会 因为它没有油 压缩饼干的一种 这就是发面的 这个堆伯伯我还是比较喜欢 味道微甜 嚼起来有咬劲 咱们这个比较精致的 我买的都大 四十几个 不是五十斤的 那是锅盔 这是饺子呀 饺子